白美华语维视2020年4月11号礼拜天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综合节目 将有新闻、综合评论 还有这个旅游资讯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条就是新闻 就关于这个疫情 今天继芝加哥星期这个太阳报的报道 今天的这个零诺州 过去七天的这个平均的这个positive test positive是1540亿人 这个相比较现在中国的上海 现在疫情也是接近七八千 香港从过去一两周来 每天接近一万多 但是昨天开始下降到两千以下 就每天警察的这个阳性率 这个一诺州的过去两周以来的 平均死亡人数是每天10 那香港的话 那香港的话每天死亡人数就是大概近百 这个伊利诺州过去两个礼拜的住院人数 是总共每天大概500多人 在ICU是40多人 就是COVID-19在伊利诺引起的这个注意力 到至今为止伊利诺总共测试了4400万个人次 就是test COVID-19 伊利诺的阳性率是604% 也就是说在总测试当中 这就是伊利诺州的最新的COVID-19疫情的情况 本来这个伊利诺我们谈这个疫情 已经是从2020年3月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 应该是淡化的时候 但是最近由于中国香港上海等级的疫情反弹 而且很严重 这导致我们不得不在美国好 在伊利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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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再次敲响我们的警钟 我们还是得矜持反应 矜持抗议 这个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芝加哥的一个旅游特色 芝加哥是世界上最美的十城市之一 即昨天的这个媒体方面的报道 芝加哥在最近的评比当中 被品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的牌群势 白美华语为视 2020年4月9号礼拜六晚上9点半 我现在在芝加哥美丽的芝加哥 River边上 这个是你看我后面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office 今天晚上在这里有灯光秀 待会还有秀 我后面是这个美丽的芝加哥河 你看晚上的时候 波光云营 这个非常美丽 这个 然后 往后走 这个叫Wack Drive 就是最热闹的地方 往后面走 有很多的这个信贷化的大楼 像川普大厦 这个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芝加哥最漂亮的River 于是在夜景的时候 波光云营 这个还有很多游艇通过 这个 往这里面走 就是芝加哥的单探了 就是市区了 叫loop 整个这个loop这里过来 你看今天晚上还有夜量 夜量这个高行在这个楼顶 然后这个下面是小河 河水 美丽的这个芝加哥 那个夜景太美了 现在春天刚刚开始 今天阳光灿烂 所以说现在是四月份 那再过一两个月 那芝加哥夏天就是 very very beautiful 晚上的时候在这里 可以说来这里来观景的话 那是非常的漂亮 这是芝加哥River 这是one of the best view in Chicago City 说的这个beautiful Chicago River 这只是它的一景之一 那么在迎着这个beautiful river 和mitting lake 现在又引申出了一个新的新闻 这个芝加哥要在离台湾附近很近的地方修建River 78 Casino 这个River 78它是一个芝加哥新的一个发展的小区 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芝加哥的loop Casino这个是争议了很久的这个议题 这个修建7-8 Casino这个方案已经是提出来很久了 过去有五个方案就在五个地方 那么上个月 那么上个月 上个月 主要个市长莱福特 从五个方面跳了三个方案 上个礼拜四就是 April 7 Mile of Chicago City Lafayette to do a final meeting 就是在USA的会议庭举行的最后的一次听证会 从三个方案里面最终又选择了7-8 Casino 也就是我们说的最近的那个 现在基本上是敲定了 就等待着最后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审批 这个7-8 Casino 据说是投资了16年而已 里面呢 会有一个1000英尺高的一个plower 就是大厦 还有一个遗落中心 还有一个三百个房间的hotel酒店 然后因为它是在河其他个river边上 那还有一个码头 就是port 就是可以看到河和beach 这个Casino 据说可以为芝加哥带来 接近四万个新工作 New job 40th 会为芝加哥每年带来税收 两亿美金 这两亿美金将大大的这个改进芝加哥 一直以来的公共资金短缺的问题 这个River Casino 为什么要修建在这个7-8这个位置下呢 按照1990的Illinois Gambling Act 就是1990的Illinois州的Casino法案 Casino必须修建在水上 也就是说在水里 不能在陆地 同时在运行的时候 赌场开的时候 必须是床是开着的 而不是在陆地 那么到了这个2019年的时候 Illinois有一个Gambling Act Substitution 就是说有一个修正案 就把这个要在水里 这个规定给销出了 那么就是导致了后来芝加哥 你看在这靠近机场上面 有一个River Casino 那是新的陆地上的 现在的新的赌场 在7-8这个靠近坛 这个也是在陆地上 但是靠近合并 那上个礼拜四 也就是April 7的时候 在那个市场局的听证会上 有很多华人有去参加了 其中这个有一个华人 就是这个谭志平公民的 那个高级部门 叫戴友 他说对这个要在三个月 修正委员卡斯特感到非常失望 这可能会给谭志平公民的 这个社区带来一些 恳伯的问题 还有会影响当地的一些生意 同时就也会影响交通问题 那这个修正委员卡斯特的问题 据说这个修正委员会 做了一个调查 在那个调查中 有400人被调查中 有68%的人 都对这个修正 这个Casino是有意见 任何会带来一些相关的问题 像犯罪交通与堵塞 这个其他问题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River 7 Casino 也会解决芝加哥的犯罪问题 因为他们说了 犯罪的最大本领就是贫穷 这个Casino会带来4万个工作 那将将会改进很多穷人的经济情况 那么就会减少犯罪力 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下面我们 这么近插标的小短道 就是芝加哥 我们刚才谈到了河 那我们谈到Michigan Lake 福 这是芝加哥最亮点的一个景观 芝加哥 Richigan Lake 洪贯从南到北 从北一直到 Ariganstein和Net 从南一直到芝加哥 还是一直往南 非常漂亮的营养 在芝加哥市区 在大概密经百趟的湖滨 有一个公益出售 这个公益的地址是在5850 5850 这个公益的特点是 它是在湖滨的 在B区上的第一个楼 也就是说它之前没有能挡住它了 它正在B区上 一下楼 就是B区 后面是漂亮的B区 而且这个楼是修盆的历史不长 大概是1960年代近的 庄房性代化结构非常好 地下有停车场 这个在楼上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City View 在后面可以看到 Lake View 就是两个R 你可以看当上一层的Lake 这个前面交通方便 下楼门口就有公共汽车站 然后走五分钟就到地铁站 往北一点点 大概走步行 八分钟就到罗尔娜 University 如果开车的话 十分钟就到摩斯莱兰 University 非常方便 同时它到阿港街摆烫 大概就是说走路的话 也是不到十分钟到了 有很多古典 restaurant shopping center Hong Kong 向香港超市 站在那里 非常方便 这个房屋的现在的售价是 二十五万美银左右 有感兴趣的请联系电话312-383-8186 下面我们谈一条国际新闻 美国驻华使馆 在昨天发了一个 就是关于疫情的这个通知 通知在里面说 进于中国上海等地的疫情的 这个管控和分控 那就是说 同意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广区的 公务人员 可以自应撤离 也就是说自应 就是说如果你想离开上海的话 就可以自应的 同时 这个关于其他方面 就是美领馆说 美领馆也在回忆 在中国的美国公民 提供疫情之下的特别的服务 有需要服务的 可以联系美国当地的这个使领馆 这是关于疫情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下面 我们来介绍一下 芝加哥社区的最近的一个文化好动 芝加哥华人艺术团 在上个礼拜 进行了一次 这个开春营来 进行2020年的文艺会营 这个会营的特色就是 它是秉承了 庆祝 辅宁中国春节 和新的 新宁的 新宁的 这个 文艺处 那么几个亮点 一个亮点 就是说 芝加哥 华人艺术团想把这个春节 做这个春节会营呢 已经推迟了很久 一直推到4月份 因为种种疫情 第二个亮点 就是他们这次首影 是在芝加哥华人艺术团的新的 影出纸 在离唐人街附近很近的 在一个影波中心 他们是刚刚开放 里面就是设施 是新的 可以做很多的事 这个是在里面 影波厅里面进行的 影波厅里面可以进行排令 文艺引出 还可以进行其他的活动 是在阿斯兰跟35街交界的地方 这个有感兴趣可以联系他们 第三个亮点 就是他们这次的影出呢 是由这个华人艺术团的 这个总经洛哥 亲自冰岛的叫做 无棒奏影唱 就是他们现在就尝试 就是在没有棒奏的情况下 你最近这些团营的 这个唱的基本功 有没有提高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紧印 这个团营的 这个唱功的一个表现方式 这就是芝加哥华人艺术团 有落过这样的 静静业的艺术家的这个带领 他们真的是非常追求这个艺术化 这个唯一在美国芝加哥的华人的这个文化生活 创造了一个艺术之家 感谢观看今天的白美华语为视 白美华语为视 是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 为